GNP它是客观的 有数字可以表达 但GNH是客观加上主观 尤其是主观的因素更为重要 出家的修行者 如果就客观的物质来说 是很低 可是他们的幸福感 是满满的 因为是主观的关系 GNP是唯物的 但是GNH是强调心物并重 物质环境固然重要 心也非常重要 GNP我们发现是不自由的 是不自主的 是不快乐的 只为只要去看 所谓的电子新柜 的朋友们 工作都非常的忙碌 看到他们的收入很高 可是只要问你们快乐吗 大部分人都说不快乐 不快乐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下去 因为收入很高 而且希望四十几岁就能够退休 和我佇要香港之间 voyage�로 或ロ Looks 钱足够的时候 身体也 就坏了 所以 GNP 全世界的 资本主义国家 都在 盲目的追求 一直追求一直追 一直追一直追 但是大家都不自主 都不自在 大家只是盲目的 往科学经济物质 那个方向去努力 G&H却是很自主的 自己能够控制 中国古时候就很强调幸福了 《书经》《红饭篇》 大家都知道 人生有五福 寿 父 康灵 修好得考忠命 寿就是长寿 能够长寿的 一定是身体比较健康 一定是内心比较和谐的 所以长寿就是一种幸福 但是长寿如果不富 不富有的话 也不算是真正的幸福 长寿而很贫苦 万一内心没有羞耻 愿天尤人 贫而长寿 是不幸福的 康灵就是健康 身心的健康 修好的修养 如果财富很多 地位很高 可是却被别人指指点点 也不肯快乐 靠忠命 就是无疾而终 善忠 这叫靠忠命 人年纪一老 种种的疾病都来了 在死亡之前 种种的独自之症 或者身体行动不自由 脑筋不管用 都不肯幸福 古色的中国人 纯粹是就人生 这一世的观念 来谈五福 受父康灵修好的考忠命 我要送给大家幸福派 幸福派 有一个方程是 H等于PQ加IQ的总和 乘上EQ PQ是英文字 Physical Caution的简写 Physical就是生理的 就是物理的 生理的指数 比如说我们健康 喝的是不健康 健康人一定比不健康的人 幸福 人长得英俊的 长得漂亮的 也比没有那么英俊 那么漂亮的人 来得有幸福感 这个就是生理的方便 生理的指数 健康能够能够一直到老年 还能够爬山 还能够跑步 那多么样的幸福 除了 除了肉体之外 物质环境也非常重要 比如说居家的环境 够不够宽敞 比如说我们住家附近 有没有公园 有没有山水 环境也是相当重要 诸位如果去香港住 去日本住 去新加坡住 诸位就可以知道台湾多么幸福 这几个地方 当因为土地小 人口稠密 住的环境都是非常小 有一个台湾的小姐 下驾到香港去 她跟她的老爸说 我希望买个30平的房子来住 当老爸就笑她 你梦想啊 你在香港要买个30平的房子住 要多少钱 你不要打妄想了 环境还是很重要 公园还是很重要 自然的大环境 还是很重要的 这些都是属于PQ的指数 IQ大家知道了 是Intelligence Caution Intelligence就是知识的 心理的方面 也可以进一步包括伦理的指数 心理的指数就是自己的专业知识 够不够 自己的内心稳定不稳定 自己的思维是不是正面的 是不是光明的 这些都是属于IQ的部分 伦理指的是人际关系 自己即使财富很多 地位很高 但是人际关系很差的话 想幸福都不可能的 没有人愿意亲近你 没有人把你当成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古时候的台湾很注重乡生 也就是品德高尚的人 只有品德高尚人才能够当民意代表 才能够当行政的首长 那跟我们现在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现在的价值观都是用金钱来衡量 不像古时候 PQ加IQ的总数是跟幸福感成正比的 如果指数越高 幸福感就可以越高 但不要忘记 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叫做EQ EQ一般了解 都当成是情绪的管理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妨提高它的层次 EQ Emotional Caution 提高它的层次到智慧到慈悲 也就是真心的指数 智慈悲 智慧慈悲的指数 决定了我们幸福不幸福 比如PQ加IQ都很高 但是没有智慧的话 就不可能有幸福 智慧和知识是不一样的 知识是对于战时的现象有所了知 因此是分别的 比如我们知道 这是花 这不是草 花比草来得美 我们喜欢花 而不喜欢草 这个是知识 就现象来说 对不对 当然都是对 这是一般的价值观 一般的价值观 是大家公认的 也是居住在 这一个地区的人民 共同的思想 大家都认为 这样子比较好 那样子比较不好 有所分别的 独立的 相对的 冲突的 会带来竞争 会带来比较 会带来烦恼痛苦的 这个就是知识 而智慧不一样 智慧是整体的 是清静的 是真心诚意的 比如说 您是张三 我是李四 张三和李四是不一样 为着生存 我就一直竞争 一直努力 我要胜过您 您也是一样 为着要生存 为着要求表现 您也竞争 您也跟我比较 这样子两个人 都不可能幸福快乐 这是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